昨天晚上 東港大橋附近接連 發生了三起雜草火警 由於當天有宮廟在舉行 繞進燃放了大量的煙火 目擊民眾就質疑是宮廟的煙火引起 民眾在河堤欣賞煙火 但伴隨煙火生根燈光 對岸卻有多處傳出火光 且越燒越大 屏東東港大橋 靠烏龍端附近的河堤十二號 晚上有宮廟舉辦十週年 繞進 沿河堤施放大量煙火 沒想到卻因此引發火警 煙燃煙火接連在夜空 綻放吸引上千民眾來觀賞 由於燃放數量眾多 時間地點又正好與火警重疊 讓民眾懷疑是造成火警主因 消防局到場時也發現多處起火點 隨即開始調查起火原因 消防局表示主辦公廟雖有申請許可但依然放時間超過晚上十點且引起火災 將以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等規定調查是否有相關疏失並採處 屏東從二月底至今因民眾掃墓燒雜草等行為 以引發多起公墓及雜草火警 讓消防員疲於奔命 如今有東港西河堤因煙火引發火警 消防局也再次呼籲民眾做好相關火警防護 以免害人害擊 記者陳歡許正俊屏東報導